大牛哥 你有没有觉得 现在什么都在涨价 你看看那个新闻 说七月底这个鸡蛋 每台金要飙到52块天价 这得了吗 真的 会不会又闹鸡蛋黄了 对 你有没有发现说 这一千块出去 你只要早开了之后 咻一下这一千块就没了 真的 现在钱好薄 对 我有一个朋友就在讲 他每个人看户头 剩没多少钱 然后他就质疑他老婆 他就说我辛辛苦苦赚那么多钱 你到底是怎么花掉 花到哪里去 他老婆就说 阿妹 你怎么这么担心啊 对 你知道每一次在用那个钱的时候 我有多紧张你知道吗 你看吧 是不是错怪人家了 是 她老公想一想是 也觉得不好意思 我错怪你了 真的 这个钱真的现在很薄 对 但是想一想说 那我这样辛苦赚的钱 你到底是花到哪里去 对 他老婆说 所以该他老公喊阿妹 对啊 所以观众朋友 到底是每一个到月底 荷包空空让人家心好累 还是其实平常省东省西 那个才叫崩溃 欢迎收看今晚开阵吧 首先欢迎各种隐形之处累积存在的 肉财小子啊 好 我这边不一样 火眼金睛 揪出肉财根源的抓肉战士 两位 还有苏翰老师 还有梁光 你这么会抓肉 你怎么不去大楼上班 梁光 鹤群 其实那个就是我退休后的生活 就是大楼的管理员 是 对 那你应该差不多也要退休了吧 不是 还是快找 我们这一次有一大牛哥的脚步 是啊 等我了 我差不多了 没有吧 你事业这么高峰 哇塞 越来越客套了 怎么了 李高才跟他客套了 你们两个都主持多久了 他还在讲说大牛哥 你刚刚念那个背肌很厉害 什么 难道不厉害 还在这么肤浅的一些对话 你们两个真的是掏心掏肺 没有 真的 我觉得 我们就是 你们这太熟了 不是 因为胡云生 我们也认识那么多年了 他以前长其他样子 跟现在长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认识了 长其他什么样子 就是他那个时候 没有投入健身的这个好努力 我觉得可以 所以就是说 你先去教你的故事就好了 对 好啦 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说 整个漏财的部分对不对 有些人总是会怪流年不利 财生总是单纯路过不停留这种 导致他每个月就是坐痴山空 但是很奇怪 有时候明明觉得 这个月好像没花什么钱 账单一来 怎么又花那么多钱 对 钱都放过钱 真的 但殊不知 其实生活中 你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 都在流水 都在花钱 你都没可以花 对 所以一开始就要问大家 身上存不到钱 就是因为这些人太爱花冤枉钱了吗 请举牌 是 对 对 今天你们三个 你们好有卧气 对啊 有一些钱是他们觉得 不觉得是肉财 对啊 我们觉得该花 或是他们花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花这笔钱 买手机他说送你三个月什么东西 有影音的有干嘛的 然后谢谢 我们也没在听 也没去注意那个事情 因为平常我们没有在看书 看什么影音的 你看很多影音吧 看那个影音可能没办法用送的 要自己上网找 所以你就说三个月过去了 第四个月 第五个月 第六个月账单都一直来 如果你没有仔细看的话 你就被call的莫名其妙 你没有去把它按停止 你不按停它就会一直下去 对 那我不知道不要扣多少钱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帮你抓漏的 对 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世纪最大的骗局 就是续约换手机这件事 对 其实买空机最划算 对 续约换手机 加起来的钱都比较高 对 算不过就是你续约的钱 加上你原本的那个汇率 你可能加它起来 这支手机就要八万多块了 真的假的一支四万多 然后加起来把他打破 攻击其实最划算 对 所以人就是比较贪 对 你现在在讲大牛哥是不是 我讲的我自己 我没有讲到 有哪一些那种不良的用钱习惯 是网友觉得看不下去 我们要问一下又云 和民调调查株 其实现在排行榜很多真的都跟手机有相关 最没有必要的撒币行为 第四名就是修图软体花钱去LOCAL 或者是去 你刚刚说撒币行为吗 撒币 撒币 我怎么不过你今天撒开了 他刚刚吃起来还没有弄过 弄不成 对 好 这个占了9.8% 有网友就分享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都只是买一时的快感 可是其实不见得真的用得到 接着第一名到底是什么 第一名其实就是 花钱玩游戏 为了要快速破关 或者是有一些时候看影片 不是都会有广告跳出来吗 为了不要让广告跳出来 就会直接花钱买断 这占了43.1% 有网友就表示他自己曾经在一个 轻功的换装游戏上 因为不想要看广告 然后加上就想要得到最好的装备跟套组 足足花了15万元 然后等到最后之后才会发现 不想玩的时候就想说 我到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在一个就是你知道 宫廷古装的游戏上面呢 那不晓得这些隐隐约约的 小额之处会不会让你真的觉得 好像欲罢不能 花钱于无形 像我自己因为很爱看剧 然后不只剧还会有综艺节目 然后每一个平台 都会有自己的独家综艺跟独家剧 所以光手机里面就不只三四个 大概有五六个 你每个月都要看不同的剧 你才会觉得你跟得上话题 现在很多的平台它本来是可以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买账户 然后其他人串流 对 现在不给了 现在不给了 重点是你要自己花钱 你才会比在网络上看的画质还要好 然后还会没广告 所以都为了这个 你就会想要为了某一部剧 你就去办一个平台的会员 然后再来女生就是一定要修图 而且除了修图以外 你还会想要滤镜 然后每一个软体修图的又不一样 有些修脸 有些修身体 那你就会想要每一张照片 好 买会员 你画质可以更好 又可以修到图 然后又可以换不同颜色 起码手机里也是有三四个 然后每一次你一定要包年 因为你就会觉得以后是不是还会用得到 然后这样零零种种 尤其是外送费 我们家四个人 你常常就想说 喝一点饮料就想叫外送费 但外送费你好像要达标 你才能 两百才能满 才能免外送费 你就会为了达标 你饮料就多叫一杯 你餐就多叫到满 然后再加上 很奇怪的是便利商店也花好多钱 因为每次悠悠卡或Apple Pay付款 我们一家这样子 我都觉得我没有买什么奢侈品 然后也没有什么吃什么高级餐厅 都是点那种小吃 西红卡来就要个三万四万 所以我这样子大概估算 一年应该要多支出就是一万七千六 就只有光这两个都 光这两个 还没有加我刚刚其他的什么外送费 或是便利商店的钱 而且因为修图软体多到 我老公觉得你怎么每次用手机 都用那么久 因为那你开始要整理 因为有些修图软体 你根本用不到 你就要把它取消了 有时候就是你删掉它了 但是它还在续约 要去那个取消 要取消了 对 我知道 没有 你要取消续约 就是会很常忘记 想说我现在不用了删掉 你忘了你有把它买会员 我还有遇过我换手机 结果那个软体就是不能转过去 我就直接那个年费就没了 像我比如说现在键带台 每个月的都要付钱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键带台可能我们都常常 只是看一些我们想要看的一些节目而已 你给我扎什么眼 我认同 我认同 你都看什么 你都看什么 都看新闻 对啊 关心一些时事 比如说MOD那时候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因为想要看一些 需要看的片 有一些他水选片 都是那些最新最热门的院线片 对 突然先有Apple TV 然后又是Disney Disney 你就全部都装了以后 你连MOD那些 你根本就比较少去看了 对啊 你也忘了去把它取消掉 然后每个月还是在缴费 缴好像大概300多块还是多少 然后一两年 这些平台不是可以分几个账号吗 现在开始要收费了 有一些啦 有一些啦 因为我自己本身用的那几个 比如说N平台那些的 其实他还是可以分账号 就是讲到我朋友的爸爸 他就自己很喜欢看剧 那他就是自己付的那个钱 那他们一家三口 他就一人一个账号 还有第四个账号嘛 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一起共享嘛 那因为是爸爸 我又是那个家里的家族的朋友 Family Friend 所以其实他就没有跟我 所以你除了是抓肉战士 你还是寄生 寄生 我是寄生上游 寄生上游 对 就是其实我有时候 因为一开始我也是自己付费 然后比如说TINGLE的软体 因为我有个室友 他也很喜欢唱歌 然后他就是有时候要听歌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就会互登 互登彼此的账号 所以他没办法同时登入 然后有一次啊 他去 他们有一个KTV师 他就去朋友家 他们就办那个什么 猜歌大赛 就是什么90年代的猜歌大赛 他就刚好在播一个歌单 听一听之后 突然他的账号被我登入了 因为其实他原本是我的账号 他没有办法共享 然后我就马上 他就马上打电话 跟我讲说 你不要听歌 你让我玩猜歌游戏 对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没有很方便 我就去找了一个 可能它的价钱稍微高一点 可是我可以有共享的账号 但是我到目前为止 我追剧平台 没有花到任何一毛钱 为什么 但你不是每个月还有270吗 一开始我自己付 而且有时候你会抓到那种 有年 你一次买一年会减半的时候 我就会趁那个时候买 那后来是因为真的就是有 出外靠朋友 我都是一个寄生在那个 我寄生串流 很好的朋友 寄生串流 对 一起串下来 全部都省下来 一年省了六千多块 你这个省法 总要有一个人牺牲 你才折得到这个钱 对 总要有我们花钱 不是 我现在脸皮够厚 对 就是重点的时候 我们就是见到爸爸 我们会请他吃饭 对 对 而且只要自己不牺牲 牺牲的就是别人的 是吗 所以你装弄 你就是接人家的店 接人家的水 我以前都是这样 后来我左邻右舍 都知道我住在那里以后 他都打他们家里面 歪拜的密码复杂化了 对 所以你都没有办法连接到 这些邻居真的是好不友善 但是我觉得这个 比较麻烦的是 因为你要去 一直去跟别人说 一直登录别的账号 你有没有账号给我 然后你可能 有些可能每个月 还要给他钱之类的 我觉得有点麻烦 所以像我就是 订了六个影音平台 然后加上还有两个游戏的 任天堂的也要会员费 每个月 然后PS的也要会员费 对 然后再加起来 其实这几个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月角跟年角 年角会比较便宜 但是我就不缴一年 你干嘛不缴一年 对 我就不缴一年 因为我大概一个月 或三个月都缴一年 因为我怕 我不想看了 我还要等一年 再把它退掉 我怕你不想看 然后这样子的时光 过了三年这样 因为我觉得要一直 就是一直在那边弄很麻烦 对 然后想说 那不是 就是让他自动续约 就一个月三个月这样 自动续约这样 然后我怕这样会很麻烦 就是后面六个月 我不想看的话 那我要等他六个月 我就觉得太浪费了 你后面不想看了 你就可以跟朋友说 你要看吗 然后我半价卖你 我就是怕这种麻烦 你只要跟朋友 这些事情 那不是很麻烦 不是讲得出半价要卖你 你就可以卖你 又说送你看 那你也可以 半价卖你也可以 我们就是这样 真的 真的 寄生串的 真的 所以我一年大概就是 会花个两万多 两万 三万 不过这种影音平台 如果是跟Google有关的 其实有一个方法 可以用VPN 然后去到 譬如说像是 那个YouTube平台 它不是也是有那种粘角的 你要付费 对 要付 就是如果不要广告的话 也是要付钱 然后我们就是会用VPN 到印尼或印度 它那边的话 一年省下来大概就是 台币的三分之一 好 一年只需要两百多块 有 你讲这是合法的东西 合法的 是合法的 有 因为那个上升天堂的 那个游戏也是这样 就云 要不要来坐这边 对 他现在眼镜都亮了 跳了一下 同一个游戏 在台湾的价钱 可能在墨西哥更便宜 可能在南非更便宜 那就可以用它的方式 可是VPN不是也要缴费吗 不用 那个有试用 就是你每次要用的时候 你再下载就好了 要换账号 对 盲目盲 好猛喔 怎么样 不想麻烦就是多花钱 Museum Aurie Yi 今晚开战吧 让你永远学费鞭 今晚开战吧 让你总是非称赞 新心态 互动式综艺 快快来订阅 按下小铃铛 小铃铛